大家好,我是東運走橋的鮑勃 被譯為世界三大潮流之一的銘門漩渦是德島的必訪經典之一 然後就近住個當地的景觀飯店,享受一下真的不賴 銘門是位於四國德島縣東北端,人口約五萬人 銘門漩渦就位在銘門的最東邊 那裡有一個連接兵戶縣跟德島縣的銘門跨海大橋 搭配漩渦真的非常壯觀 漩渦的形成是在銘門海峽中的瀨戶內海和記憶水道 長退潮的水位差異而形成 春秋大潮之日的規模最大,直徑可達20公尺 遊速時數20公里 大自然 哇,大自然真的是太精彩太奧妙了 現在都看到這麼美的美景 真的是來日本的就來德島這邊 不能錯過了一個非常非常棒的景點喔 我們這次搭乘窩流關巢船Wonder Naruto 票價1800日元 加1000日幣的話可以到二樓特等席 然後一趟30分鐘左右 由於船身比較大所以不容易搖晃 比較容易暈船的人可以搭這種大船 船緩緩的航行至大橋附近 大家來聽個音樂看看漩渦吧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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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大家今天打算住在銘門市 推薦大家住在AoAoNaruto Resort 這裡總共有209個房間 最推薦的是可以看到無敵海景的房間 早上坐在房間提供的陽台位置 享受悠閒的早晨 也順便推薦一下這裡的餐點 餐廳Irodori晚餐才自助吃到飽 食材來自四國這一帶 術食用不同的餐點真的會讓你吃到撐 放不下筷子 早餐除了剛剛的餐廳Irodori吃到飽以外 Teras Cafe Oge提供三名制吃到飽 大家除了可以帶回房間吃以外 也可以直接在這裡邊吃邊看海景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大家看完這部影片會不會也想來一場悠閒的 冥門漩渦加景觀飯店二日友呢 我是鮑勃 大家再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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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